哈喽大家好,我是晶晶 上一期咱做那个节目嘛 对比中马教材的那期节目啊 真的,我没想到大家反应这么激烈啊 这真的完全超出我们两个的想象 这么多人留言 然后其实我是每条留言都看的 我也是收到了很多意外的感动 这一次有很多默默关注我们的人啊 就突然就蹦出来了啊 让我也很意外啊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就统一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看一下时间啊 今天是周五 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 然后呢我们 祖宗不会叫你干什么啊 做了个伟大的决定 对,进一步表达我们的诚意 因为这一次有很多金主爸爸 金主大哥,金主大姐 给我们有很多超级感谢啊 所以说我们就准备把截止到这周五 这期节目的广告收益 和所有这个金主爸爸的超级感谢收益 我们会打包起来 然后我也找到了网上捐款的地址 是啊 我们就准备全部捐给华孝 感谢大哥 祝我大哥有情有意不改一身精雄迹 也是大哥无所非及创下的不败的实际 祝我大哥前路所他留下多少的佳话 身旁迷妹为你牵挂万里山河在脚下 祝我大哥此生必经功绪犹如玉龙银 你这一生巧服非定一人一马起风云 也是你这一生豪迈留下王者的乞丐 虽然钱不多 但是这也是我们努力拍摄视频挣的钱 所以我们决定捐出来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作为原装中国人 Original Chinese的一点点小心翼啊 也算我们为大马的华文教育做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没错 然后我相信我说这番话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说我们装逼了 你不要带我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来讲啊 从2014年我们就每年都去西方小学去支教去捐款 每年都去就是在疫情之间就停了啊 因为疫情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我们装逼 这个是我俩的一个传统习惯 也是我们公司的传统习惯 我们会带很多员工每年都去一趟 除了中国的很多这个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吧 教育资源是比较发达的 但是其实中国在很多地区的教育资源 教育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 需要很多帮助吧 可以这么说 我再次澄清一下啊 我们不是装逼 也不是所谓的舔大嘛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真心迟疑的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而已了 我们坚信做善事一定能带给我们孩子福报 对是有福报的 不好意思啊 有点跑题啊 那么节目开始还是老规矩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关注 打开小铃铛 没错 感谢各位客观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问题啊 经常会听到啊 鱼音绕耳 你们马来西亚人说英语 有口音 口音不正 不纯 其实我们也经常收到邮件啊 就是询问我们在大马的这个情况 生活切不切意了 孩子这边教育情况如何了 经常收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 孩子送到这边学英语 学成了一口 妈个历史 是吧 怎么办啊 对不对 这种问题相对是比较多的 学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们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我就花十分钟时间啊 一口气 把这个千年老大男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 首先问这个问题的人啊 就把发音和口音这个问题弄混淆了 对吧 一个是accent 一个是pronunciation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 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 发音呢 pronunciation是有标准的 那这标准什么 就音标嘛 发音上不能弄错 不然的话 你跟这个英语使用者沟通交流的时候 人家会会误解你嘛 对不对 举个例子 我打grab 这个你说我想打个grab grab grab 对不对 你这个发音就错了 别人可能就弄不容卖 你到底想说什么 比如说我想喝一杯 stabuks 你能听懂我想说什么 听不懂啊 我能听懂star 对 stabuks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点牛排 是吧 服务员给我来一个stick 服务员听不明白什么 要给你拿一个木棍 往上装上一放 对吧 这就完全就造成误解了 所以说这个是发音 pronunciation是和口音是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就接着说口音的问题 那同样的 我还是把这个问题丢给了chatGDP 问他一下 英语到底有没有标准的口音 所以说呢我就问了AI 那么AI就给了我答案 结论就是 英语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口音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 它是否纯正吗 对没有错 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英语有一个标准的口音 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完全掉入了普通话的这个陷阱 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来讲 普通话是对我们口音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范本 大家都可能觉得 哦那英语是不是也有一个这玩意儿啊 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啊 英语嘛起源于英国对吧 后来五月花号英国人一帮新教徒来到了美国 对不对 美国人慢慢演变出来了美式口音对不对 跟原来他们的来美国之前的英文英语口音比那肯定就不纯正了嘛对不对 你能说美国口音是个方言吗 对 你能说美国口音比较countryside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 同理说下去呢 那肯定英文的口音就什么 澳洲口音 对对吧 新加坡口音 中国人说英语 我靠近了 中式口音 自然而然 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口音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啊 潜意识的把这个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 当成了这种所谓的应该有的英语的发音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纯正的英式或者什么美式口音啊 我觉得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英文培训机构搞出来一种宣传 算是一种伪命题吧 这是其一其二呢 就是我觉得大家看美剧英剧看多了 形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观念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英式和美式口音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样 但是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大部分家长 或者说比较执着于追求这个口音的问题 所以别的国家是真的不知道 但中国是真的 对对对 那么咱就顺着那些人的思路啊 咱就谈谈纯正 那OK那什么是纯正 纯正的依据是啥 对不对 那可能有人会说啊 这个英国王室的口音 是纯正的 叫RP口音 Received Pronunciation Good morning your royal highness It is 7 o'clock Your royal breakfast is ready We have prepared your favorite fish and chips for you The parade will start in one hour The whole house is cooling and sparkling for you to get up 但是实际上啊 大家可以搜一些资料 讲RP口音的 在英国占到非常小的一部分比例的人 很少人讲 大部分都是些什么人讲的 皇室啊 皇室 精英阶层了 往往跟人的身份地位是有关系的 到不了你还讲不了那种口音吗 也不是 发不出来 也不是不能讲 那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是英国人吗 你是英国精英吗 你是英国皇室吗 对不对 你啥都不是是不是 你说你去故意模仿他们的口音 怪怪的啊 又闪一发就怪之念 对不对 怪怪之念 那你在书里兜里你装几个同伴 对不对 你有几分钱啊 对不对 你操个这么牛逼轰轰的口音 对不对 你说你学那玩意干啥用 你玩意他有啥用啊 如果说你是英文老师 或者说你就是个别爱好这种口音 你就喜欢模仿各种口音 那有没有问题啊 对 但是大部分我相信学英语的 主要还是想把英语学流利 能沟通嘛 对不对 没必要刻意去在乎这个口音 讲流利很关键先 那么还有人说 那皇室口音 那咱不算 那伦敦口音呢 伦东英 那总算是标准吧 对不对 在伦敦 有一个著名的伦敦音 叫Cockney accent 你绝对听闻 你都会说 Bout water Bout of water 就一定要把那个 对要吞掉的 吞掉的 Bout of water Pass me a bout of water A what A bout of water Pass you what Count you here I say a bout of water It's right there Oh you mean water 我学不太来啊 学不太像吧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口音呢 那你也可以去学 但是你说 哎呦不好听 这不是标准的这个英国的口音 那你跑到当地 人家会把你打一顿的 那这就是人家当地的口音 是 对不对 地地道道的伦敦音 还有人说 BBC CNN 打播音员的发音 那算标准音吧 你从这个民间教导来讲 你可以把它当成标准音 因为确实发音也好听 土字清晰 我学英语的时候 我也是学的那个CNN 这也是看个人 对 但是它绝对不是所谓的 有一个官方语的标准 来定义BBC和CNN 它们就是所谓的标准英语口音 没有这回事啊 你像咱们中国的普通话 对不对 在大陆地区推广的普通话 我敢这么负责任的说啊 在中国啊 普通话能说标准的 不到百分之十 绝对不到 我们两个的普通话 我们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实质上情况下的话 很多人说普通话 都有很多口音的 你去四川云桂川看看 你去江州户看看 你去广东看看 然后很多东北人觉得 自己的普通话可标准 那让不是东北人一条 那就是标准的东北普通话 你觉得东北人有口音吗 没有口音 东北人说话有口音吗 没有 我们东北人说话非常的标准 没有口音呢 我觉得东北人说话比较有误 没有口音 没有口音 所以说你想想你自己的母语啊 这个标准口音 就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都是带口音的 只是轻重的问题 你更何况是学英语呢 你再说那个干嘛呀 所以说我觉得 咱们很多人啊 包括尤其是咱中国的 这个陪读家长嘛 我觉得口音这个焦虑 是完全没必要的 就是你真的去一个地方 你要担心的是发音的问题 而不是口音的问题 咱们比如说那非洲的小孩 非洲的老师 教非洲小孩念入Google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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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当然大家很多人考虑 这就是发音的问题 你这种地方你就不要去 那就无人子弟了 看法英语能流利的沟通 然后呢 你各方面学的都没有错 你想想改口音 其实是分分钟的事 你比如说 你就像中国人 你普通话可能带口音说不好 你跑北京你试试 你不出三四年 你是绝对是满口的 标准的北京普通话 对不对 口音很好改的 关键是你这门语言运用的怎么样 底子弹的如何 对不对 口音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什么 就也可以用手势 对 你想不明白 加上这个动作 各种纸嘛 画手摇 摇起来 对不对 你就明白了嘛 对不对 在乎口音呢 不单单是中国 中日 韩 这三个国家 说句良心话 这个英语水平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全体平均值啊 都不怎么样 反而呢 你看马来西亚啊 大家的其实 几大种族 大家的英文 其实都是不错的嘛 对不对 大家无所谓的 口音 交流的都很好 没人说什么 口音不口音的问题 包括咱的教练 马来人吧 对 你看我们 乒乒乓乓乓的 就每天在这训练 也不耽误 我们跟教练 谈笑风生 对不对 沟通哪家的 哪西哪妈 更好吃 是吧 完全没有问题 他抄的他的 Malaysian English Monglish 我抄的我的Chinglish 对 谈笑风生 开心得很 是不是 沟通无障碍 沟通无障碍 对 无国籍 对 有意无上限 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那是一些口音焦虑的人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老是强调口音口音 那我说白了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装逼了 这些人就觉得 你看我口音怎么这么低 我是哪里的口音 炫技 有些那种炫技 上一次我们的节目讲 学中文炫技 学英文 也有很多炫技的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觉得一口标准的英式口音 Knowly Sir May I help you sir Would you like a boutique sir 就这种感觉 学的不像 装逼的就不说了 那么如果你真的想 把你的英语口音啊 走入带风 带你装逼带你飞啊 那么强烈推荐 我很认可的一种口音 叫 Ganglish Ganglish 很干的英格雷说 哈哈哈 不干不干 Ai motherfucker How much that shit runnin' for A deuce You know what I'm sayin' Shit Muthafucka That shit made it go to war You know what I'm sayin' Man shut y'all bitches up No money just go home You funny ass motherfucker Ah let me try that shit Hell yeah Shit sweet or not What the hell is that You don't trust me motherfucker I said sweet or not motherfucker So you wanna play with me huh motherfucker Come on give me that shit motherfucker I'ma put it in my ass if it's not sweet I'm sorry 30 pounds 30 bucks Man fuck that shit You think I'm a fool The fuck is that sucker And you said if it's not sweet You can't put it in your ass you motherfucker I'ma fuck you I'ma fuck you 你只要学会了 走路都带风 夜问见了你 永春泉都变成永东宋 泰森见了你 都不敢摇摆 要抖一抖 要抖一抖 都不敢摇摆了 非常带感的一个口音 你会吗 不会 Gang就是黑帮和English 结合起来的一种 黑帮式口音 就现在挺流行的 现在可以试一试 总结一下 其实口音什么的 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国家来讲 中国这一块 我们觉得更应该解决的是 英语教育落后的问题 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 应该解决一下 就是我们的交流问题 因为这个其实说是蛮重要的 还有听 因为前段时间 我不是看新闻吗 现在取消了四六级考试吗 不再作为考核的标准 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年代 毕业就必须要过四六级的 不然不发毕业证的 四六级对我们来讲 确实是一个头大的事情 虽然说四六级考试也很垃圾 不咋的 你就是纯应试教育嘛 至少大家有个压力 因为我考不过毕业 我英语还知道去学一下 是 对吧 现在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西安教育大学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中国顶尖的 几所院校之一 如果他都不考四六级 很多院校可能带根风 也就不搞了 我朋友小学 他们的英文课都是要 剪 一周只有一次到两次 剪付英语课 对 把英语课都剪 我觉得英语应该是出国 就是走遍全球都不怕 它是个工具 对 它是个工具 不但对你个人生活 很有帮助的一个工具 你在这个就是你上学 你搞学术 那英语也是工具啊 你不然你怎么跟 怎么看了懂国外的文献资料啊 对不对 上期节目我们不是放了一下 那个我们中国和大马的英文课本的对比吗 虽然说中国跟大马的六年级的英文课本比的话 很幼稚啊 但是如果说单拿中国六年级 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课本 跟我们那个年代的英文课本比 那就相当于我们高一或者高二的水平了 我跟你不一个年代啊 真的是 其实我们中国的英语教育 更多是应试上面的一个教育 举个例子啊 实态 单复数 讨这些 就是主要是以语法为主 对对对对 语法和各种单词为主啊 不像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他学英语 但是以应用为主 他就主要是教育 你拿出来立马就能用 但我们不是 我们就是拿这个当成一个考 考分的一个工具 简单一点讲 就是没有困难 也要制造困难 然后让你考出来高分 就这种感觉啊 就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是没有用的 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 让我来看就是这个 我小时候啊 初级我忘了啊 学校有有有有几个外国团队 来参观交流吧 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这个上厕所啊 出来洗完手 就遇到了一个外国友人啊 然后一见面 人家就 哎 how it's going 我当时懵了你知道吧 我懵了 因为我们学的时候 脑袋来想 how are you 对 脑袋来想 都会啥不说how are you 他不说how are you 我怎么说 翻三给我 我不是说翻三给我 你怎么说 I'm fine too 我们这个对话 怎么接下去呢 对不对 我们接下去 进行回下去了呀 对不对 你how it's going 什么意思 你在问路吗 是不是 就这种感觉 我们那个时候 你想想啊 就是口语应用 呆板到什么地步 就是这种感觉 靠用公式比较多一点 对 就跟学数学一样 开始一种公式来编程 所以说那个时候 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 学英语学出来 其实应用能力 基本上是没有 不是说我是个血渣的问题 这是普遍现象 对 总结一下 就是说 从马来西亚这边的 英语教育和英语环境 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对 第二呢 你说马来西亚这边 大家讲 讲英语有没有口音 有啊 但是发音很好啊 英语 英语讲的没毛病啊 很流利啊 和任何外国友人沟通 我觉得都是无上碍 对 所以说大家其实 就不需要太多 你想改你的口音 英语你先学好吧 对不对 学好之后 你那英句美句 你多看看 你改口音 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你想改什么口音 改什么口音 就像我刚才说 你改Ganglish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重点是把英语学好嘛 对 再有人啊 拿这个大马的 说英语口音说事啊 希望各位大官显贵 把我们这辆视频 给分享出去 把这种密集的知识点 灌输到他 这么大的小脑人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 点赞关注 小铃铛 谢 bro 全球英语 发音意大利版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走 You go no go You no go, I go 你买不买,不买出去 You buy no buy, no buy, go out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Eat eat eat, you just know eat 给脸,你不要脸 Give your face, you don't need a face Timing Timing Gill Gill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America I was at the airplane I asked flight attendants that Can I get a cola? And she asked me, excuse me? I keep saying, cola, cola, cola But it was not cola, it was cock Please give me cock